翔翔你可以算中 因為你的對公就有一顆天良 真的耶 看到沒有 這邊 你知道天良這顆星 代表什麼意思嗎 什麼意思 它意思可多了 第一個 怎麼樣 它代表人面獸星 蛤 咦 對 它叫獸星入廟閣 福祿獸的獸啦 你不要嚇我嘛 我想說 對不對 人面獸星 跑出那個星星的樣子 應該會啦 接下來 接下來 這些紫微命格的人 就值得我們學習了 張聖書老師 什麼紫微命格的人 很注重身體的保養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從命功的角度 所以 智爲的是 來 連真 參加天象 對 對不對 連真天象 那祥全呢 天同 天同 火星 我們看第一個 天良星 祥全你可以算中 因為你的對公 就有一顆天良 真的耶 看到沒有 這邊 你知道天良這顆星 代表什麼意思嗎 什麼意思 它意思可多了 第一個 怎麼樣 它代表人面獸星 蛤 咦 對不對 它叫獸星入廟閣 福祿獸的獸啦 你不要嚇我嘛 我想說 對不對 我想嚇一嚇你後面 跑出那個星星的樣子 應該會啦 對不對 獸星入廟 獸星 你看天良在十四顆祖星裡 只為命格裡 壽命最長 讚喔 可是你也不要高興太早 因為在古時候所謂的壽命長 細則毀 以前直到現在已經快了 我差不多快了 在古時候來講 對不對 古時候哪有這麼多保養的方式 對 還有這麼多專家教你保養 沒錯 對不對 可是既然是壽星 代表你本來的基因就好 這你要感謝你爸你媽 對不對 可是在這時候來講 要進入四十歲了 真的人生的保養 就要開始做得更周到 所以回去跟老婆說一下 這時候要把你這個壽星 好好的打扮一下 讓人面更漂亮一點 對 我今天這個衣服是他挑的 還可以吧 這一套衣服 還不錯 裡面是狗子拉嗎 不是啦 沒有 裡面的 Jordan 讚 第二個是天象 有了 上吧 這顆天象 天象稱為宰相之星 什麼叫宰相 穿得好 吃得好 更重要的是什麼 理性務實 而理性的人其實就會知道說 比如剛剛講年紀到了 就要認 然後該怎麼去保養 該怎麼去調理身體 自然而然就會 不會受情緒左右 而是聽專家的 而聽專家的 是不是意義就很高了 所以天象這顆星落到了命功的人 剛剛講的天良是壽星 其實是因為天良 他志向不是那麼樣的強烈 所以人生隨遇而安 是不是反而過得安穩 當然 壽星 天象相對個性就強了 而強的時候 一旦事情多操勞多 是不是就更要注重保養 對 所以這方面 為什麼是第二名 也就是要很注重身體保養 而到了第一名 蓮珍 又是你啊 又是我 蓮珍天象 這很注重啊 很好啊 很注重喔 為什麼 蓮珍這顆星 熱愛生命 可是有時候就會過度燃燒 對不對 有時候就說 一萬年太久 我可不可以很快速地 去達到我想要的目的 這是蓮珍這顆星 可是當你的力量 用得太強烈了 相對身體負荷不了 反而麻煩 其實我舉個例子 賈伯斯 他就是個蓮珍 你看他是把自己燃燒得 真的熊熊烈火 他一定要拼啊 對不對 可是拼到了最後 把自己身體給拼壞了 可是麻煩的是 他不只是拼壞而已 他後來相信民俗療法 他有很多的地方 他反而不去相信醫生的 對 他反而很相信自己的判斷 最後你看他算是 在現代人來講 他算是太早 在以前的人講 當然是OK啦 所以蓮珍為什麼是第一名 反而要越... 年紀越大 就要越重視保養 好 翔淳 那你除了買葫蘆 也要叫你老婆唸心經 不要一直唸你 對啊 每人都在唸 他老婆唸他是有原因的 是喔 為什麼有原因 聽到他趕快要去買葫蘆 對啊 自殺 趕快買啊 除了買葫蘆還要買別的 自殺 他剛剛說給自殺 他們家自從那個 驅邪 小元寶出生之後 他就當機了 不能啊 不好意思 就是 什麼呢 不能 不能啊 因為這老... 生下來了啊 是 小元寶在發現是女生以後 我就關機了 那基本上不是當機 是關機 是我自行關機 因為小孩子 我聽講在網路上看到 小孩子在肚子裡面 他會感受到男生的感受 然後我並不想讓他感受到 我那時候的感受 就是他懷孕的時候 女生沒有發生關係 就是懷孕 從知道是女生以後 我就沒有了 所以大概關了八九個月 已經變成那種 所以關了關了也就停機了 沒有 然後後來就是有順利開機 有順利開機 可是 可是柔柔很奇怪 他就說 你一定要去買 有生活小孩子知道 一定要用潤滑油嗎 潤滑油 如果開機一定要用潤滑油嗎 他說一定要用潤滑油 這邊都沒有機會 是寄還是油 油是加車子的 一定要加 一定要加潤滑油嗎 這個問題是確定 正確的嗎 他叫我去買 我去買潤滑油 我跟你講 我戴帽子 戴口罩 然後戴墨鏡 進去超商 你不是 很奇怪 我拿一個潤滑油 很奇怪 你不是余大哥嗎 不是 你不是那個 這個 我說 然後他就把東西放回去 就會這樣你知道嗎 他對我說 我就說 沒問題 那你 還是你 他叫我上網去買 我說上網這種東西 平常都是你在上網買的 你就去買 好 他就去買了一個潤滑油 開機的過程 是非常的順利 可是開機完了以後 你怎麼會感覺到下面燙燙的 燙燙的 你知道嗎 就燙燙 就燙燙 我就問他想說 他買了什麼東西 確定一支潤滑油嗎 我還把那個拿來看 我說這是什麼 害我以後都不太敢 從那一次之後 我就比較少在 你買到辣椒油 你不知道 燙燙 真的燙燙 那個 我說這是正確的嗎 他說 我朋友 這是我朋友推薦給我的 然後我又看那個包裝 又是正常的 也沒有是怪怪的東西 可是就是不舒服 男士跟你講 男士有那種辣辣的那種感覺 我也覺得 什麼 就是覺得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你知道嗎 你都會說 你就會覺得 好 你老婆的感覺 他說很舒服 可是我不願意再用那個 所以今天去日本 我就有拿潤滑油 厲害吧 我挑了一個 Number One的 品牌的潤滑油 你知道 你要繼續聽嗎 我沒有 不要再聽 我沒有什麼音樂 真的 但是過不完的生日 又是情人節 又是結婚紀念日 又是認識紀念日 在一起周年 對啊 生日 生日 對啊 好多 要這麼多要想花樣 那志偉 那這一次老婆過生日 你要準備什麼 我跟你講 跟祥全的感覺是一樣的 你看 過年我們男人要不要包紅包 要嘛 老婆你年終理的比我多 老公還要包紅包給老婆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生日 過年是二月 他生日四月 然後再來又有母親節 又有七夕情人節 對 對啊 那我就跟我太太說 前面還卡一個聖誕節 對 後面還有聖誕節 但是聖誕節 我們比較沒有在過 都目前要包嗎 包粽子 對啊 包粽子 所以我跟你講 這四種節 我是 我們六月還有結婚紀念日 所以一共五個 那所以就是 我是覺得 我跟我太太之間 是一開始真的 我必須承認 我老婆比較細心 因為她 像我剛剛講的 她比較會聽我需要什麼 比方說我可能在睡一念說 這個AirPods怎麼 最近都聽不太清楚 是要親還是怎麼樣 我沒有說我要買 我只是覺得怪怪的 那我生日的時候 她就送我一個新的 那或者是說她看我開車 有時候講電話 擴音 聽不清楚 她就會覺得 她去觀察你需要什麼 送給你一個 你需要的東西 只是她都按耐不住 那個她沒辦法壓住 讓人家驚訝 好棒喔 她可能就是 她就直接這樣 不是 雅蘭姐不是 比方說你應該 生日的時候再拿 比較有驚喜 她提前 但是又可能我生日 當下她不在 就請不到假 那她必須就只能先給我 對 那但是我還是很感動 所以當然 就從那時候開始 我就想 好 那我太太每一年生日 我們父子三個人 都要給她驚喜 所以我們今年 給太太的驚喜 她真的是感動到不行 真的 我也沒有花太多錢 參考一下 就比方說 她會說 剛剛老師講的沒錯 她說老公有時候 我想要什麼東西 你沒有聽沒關係 我直接跟你講 老公我這次想要一個戒指 拿一個牌子 也不會太貴 我說OK 你選我付錢 好 那她的禮物 是不是我就搞定了 對 那我兒子就說 爸 那你既然送了戒指 我送媽媽項鍊好了 我說好 你去買項鍊 但 同一個牌子嗎 不同牌子 但這一台要五千多塊 我一個國中生 我說沒關係 爸爸幫你出一半 我們就父子一人再出一半 那我們老大就更有心了 他去自己做了一個 就是媽媽很喜歡的一個 造型的燈飾 之外他還弄了這個 自己做 他自己設計 然後去請人家做出來的 另外還送媽媽這個你看 冠軍媽媽 這個媽媽看好會感動 這個媽媽看好一定會感動 我跟你講 那個因為我們訂了一個餐廳 我們還幹了什麼事你知道嗎 就我們父子三個人 就錄了一段影片 就說媽媽我愛你 或者老婆你辛苦了 就這樣子 然後我兒子自己撿 然後我們去餐廳吃飯的時候 就是就可以弄蛋糕來 唱生日快樂歌 然後就播這個影片 他一方面覺得很丟臉 二方面覺得超感動的 所以女人其實坦白講 就像Amanda老師講的 她可能要的不是物質上的滿足 你就製造一些驚喜給她 也不用五個都有 像紅包就給她大包的 她就開心了 五個節日裡面 你只要選一兩個 給她這一種 她就感動到不行了 你現在已經吃這麼重鹹 你下次怎麼辦 下次就好難想 就是要再想別的 總是可以想出一些驚喜 確定 她好難想 反正她還好啦 就是跟兒子的感情很好 是 所以父子三個 三個臭皮醬 抵過一個豬肝醬 而且我都交給我們兒子去想 這樣很好 而且三個人態度很誠懇 她肚子看得不爽 也不太好意思發脾氣 對不對 對 態度很重要 很好 這一點也需要我們學習 現在家庭幸福美滿 就看看家宅平安也很重要 今晚你有空來開放嗎